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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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如此親密 你會在哪裡 雨飄散風裡 心不忍離去 風吹亂思緒 心無法平行 傷痛的別離 把夢裡哭泣 Miss you my love Miss you my life 愛在心裡 伴隨呼吸 Miss you my love Miss you my life 我會用一聲守護其意 風吹亂思緒 心無法平行 傷痛的別離 怕夢裡哭泣 梅菊 導褻 曹便 我 有哥哥了 他叫翠浩哲 浩哲哥哥 若婷 我不是浩哲哥哥 我是图静语 我是你亲哥哥 亲哥哥 亲哥哥 若婷 你怎么了 你不会不记得我了吧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浩哲哥哥 浩哲哥哥 若婷 我不是崔浩哲 我是图静语 是你亲哥哥 你好好想想 小时候我们一起抓资料 捉迷藏 还把爸爸的古董花瓶给弄破了 你记得吗 爸爸 爸爸 若婷 你怎么了 若婷 若婷 我是 我是你亲哥哥呀 若婷 若婷 老婆 略藏 Monsieur 桂乱 你不行啊 其� 呀 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说要去海边走走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也不叫我跟她一块儿去 她看你睡得挺香的 想让你多睡会儿 那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应该很快吧 那我去找她去 欣怡 我陪你一起去好不好 你最近过得好吗 我很好 你看我 我知道你肯定过得很好 我怎么会问这么笨的问题 那你怎么样 我也很好啊 我家的旅馆就这么大 就算忘记是住满客人 也忙不到哪儿去 有很多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看中文书 打网球 捡捡贝壳什么 我知道 你呢 一直是一个 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人 记得 我刚坐你家教的时候 曾经问过你 为什么你要来中国学中文 那时候你对我说 你就是喜欢中文 所以就来中国学了 说真的 我当时真的很佩服你 也挺羡慕你的 其实也不是想做什么事情 就可以做的 对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那我就不会去做 这样人才能轻松 也能活得开心一点 有时候我在想啊 你究竟是不是二十五岁啊 说话那么老成 而且呢 日子也过得那么甜淡 跟你比起来 我总觉得 我们查了很多事的 馨姨 你有你的幸福 我可能很难拥有那种幸福 过来 你会有你自己的幸福 相信我 στην雨到底去哪儿了 真是的 天都快黑了 说和晚上一起去吃烧口的 对不起啊 馨姨 我突然间想起 怎么了 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得先走吧 再见啊 再见 浩哲 浩哲哥哥 若婷 是我 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做 好不好 我要等浩哲哥哥 他跟我说好的 要和我一起吃晚饭 我们两个慢慢吃 一边吃一边等 好不好 我都没吃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昊哲 昊哲哥哥 昊哲 若婷啊 你答应要跟我一起吃晚饭的 对 我们走吧 好 若婷 昊哲 若婷已经越来越认不得人了 若婷她不是在上海的医院里吗 怎么会到韩国来的呢 什么时候来的 这 是我托昊哲照顾若婷的 为什么要送若婷到韩国来呢 我和爸爸怎么都不知道啊 这是我慢慢在告诉你 总之是为了若婷好 爸爸那么忙 我们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 何必让她再操心呢 可是若婷是我们的妹妹啊 我说了这件事情 我慢慢再告诉你 天已经晚了 若婷一定饿了 若婷 我们去吃东西 我们一起去吧 对不起 刚才是我太多了 没事的 你也不要放在心上啊 这件事我会慢慢告诉你的 多吃一点 喂 爸 对啊 我们在吉州的 真的啊 好啊好啊 那我们等你电话啊 爸这两天也在韩国 来谈跟李氏企业合作的事情 还说今天在西归浦 陪李社长打猎呢 他问我们现在在哪儿 说想连夜过来看我们呢 今天 那他晚上住哪儿 浩哲家就是旅馆啊 对不对 你们这都忘了 宋叔叔住我家绝对没问题 正巧今天也没什么客人 宋叔叔一向喜欢清静 我倒是担心 宋叔叔会不会嫌我那里环境太差 怎么会呢 爸爷是来了以后看到若婷 一定会很惊讶的 我们一家还能在韩国团聚 他一定开心都来不及呢 怎么会闲这闲那的呢 对不对 若婷今天不住旅馆 为什么 浩哲给他找了一个更适合的地方 住一个晚上有什么关系呢 不行 为什么 我说不行就不行 我知道 晚上还要麻烦你送若婷到朴学长那里 昕衣 你听我说 若婷是我的妹妹 我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她的病好 一国团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值得高兴的 可对于若婷 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刺激了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 谢谢 若婷啊 回去以后就马上上床睡觉 听到没有 乖 进去吧 薛园 条校长 若婷你跑到哪去了 她没打招呼就去找我给您添麻烦来 对不起 对不起 这孩子 那么若婷就拜托您了 你放心吧 进去吧 浩哲哥哥 早点休息吧 若婷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哥 是宋伟丽杀了爸爸妈妈 是宋伟丽 你说什么 我全都想起来了 我全都想起来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跟我来 爸 音音 你可来了 怎么样 累不累 宋叔叔 你好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走吧 我们进去吧 没想到今天晚上还有烟火表演啊 是啊 太美了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啊 进去吧 走 走 这儿的环境不错呀 好 谢谢 您的房间在二楼 好 您的房间在二楼 好 这儿 就是这儿了 不错 宋叔叔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您随时跟我说 谢谢 谢谢 不用客气 爸 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 静语她喝多了 要不然我去叫她 那就让她休息吧 明天我再见她也一样 那你早点休息吧 那你们也早点休息 谢谢啊 晚安 你睡吧 晚安 若婷 她回去了 那我回房了 你早点休息啊 我想到海边去走走 那你要当心着凉 外面现在很冷的 你也早点休息吧 知道了 晚安 晚安 若婷 若婷 你怎么在这里 发生什么事了 我找我哥哥 找你哥哥 那你站在这里干嘛 啊 这 我这 喂 什么 end 好的 马上出动 全体注意 紧急出动 全体注意 紧急出动 全体注意 紧急出动 来 放火快 放心 小心啊 快点 小心点 来 大事 快点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伤者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但是请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谢谢 院长 给您添麻烦了 我们就在这儿等您 好吧 我再进去看看 院长 好 拜托您 一定要救活他们 李小姐 放心吧 快继续 坐 病人送为例 因肺部吸入大量有害气体 及大面积烧伤 于今晨五十十六分 医治无效 宣布死亡 病人送心仪 因肺部吸入大量有害气体 及大面积烧伤 生命垂危 现请家属签署并未通知书 并转入深切治疗部进行治疗 病人途径于 因肺部吸入大量有毒气体 伤势严重 现转入深切治疗部进行治疗 院长 宋先生 李先生 我很抱歉 那 他们俩呢 他们现在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情况还有待观察 好 谢谢 亲爱 一会儿我会派人来照顾图禁语的 我们先回去吧 爸爸 我想留下来照顾他 爸爸 好 你自己决定吧 去吧 第几次进来了 怎么就是不改啊 怎么回事啊 你叫什么名字 崔浩哲 试货的旅馆是你家的吗 请你配合我们了解一些情况 试货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海边 在海边 做什么 我晚上习惯散步 散步 一个人吗 是 你说你有每天晚上到海边散步的习惯 对 试货的时候是你报的警吗 是的 当时在火灾现场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或者是没有 除了三个中国人以外 旅馆里没有其他旅客也没有服务员 因为旅馆里没有客人 竟与他们又喜欢亲近 所以我就让服务员们都回去休息了 好 我知道了 这次事故我们会继续调查的 一有情况我们马上通知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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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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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呼 Manh Hus 你好 护士小姐 我是那位病人的朋友 我能进去吗 可以啊 你进去吧 谢谢啊 您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信仪 信仪你怎么了 信仪 医生 医生 请不要害怕 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火灾当满 你在什么地方 在做什么 那么 你哥哥和崔浩哲平时的关系怎么样 请问火灾发生时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家里 当晚是不是有一位中国籍女子 也就是涂静颖的妹妹 平时寄居在崔浩哲旅馆里的 涂若婷住在你这里吗 是的 你能确定这一点吗 当晚崔浩哲送涂若婷回来的时候 是我亲自开的门 我能 据我们所知 你平时和崔浩哲有比较多的往来 对于这起火灾 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 能够有帮助的线索 这我不了解 我不知道 轩衣衣 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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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轩衣 轩衣 你醒了 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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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花车 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若婷呢 你放心 若婷很好 什么事都没有 那婷姨呢 婷姨呢 婷姨 和宋叔叔 在火灾中过世了 不可能 婷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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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我真的好害怕 幸福实在会太短暂 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 就偷偷地溜走了 怎么会呢 小傻瓜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一直 一直是多久了 我 是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突进于 国籍 中国 年龄 二十三 请问火灾前后你在什么地方 在做什么 火灾前我在海边散步 然后就回自己房间睡觉了 你在海边散步 一个人 是的 当晚你在海边散步 见到什么人没有 没有 旅馆所有人崔浩哲 和你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大学同学 两年前浩哲到中国留学 请我妻子做他的家庭教师 后来大家就成了好朋友 崔浩哲说 当晚他也在海边散步 你没有看到他吗 没有 听说崔浩哲在中国留学的时候 追求过宋馨怡 也就是你现在的妻子 没有 浩哲是喜欢过馨怡 不过他很尊重 我和馨怡的感情 所以从来没有向馨怡表白过 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对你心怀忌妒 你说浩哲 这根本不可能 浩哲是个非常好的好人 好到有时候几乎没有原则 那你对这起火灾有什么看法 我只想尽快知道事情的真相 你们要知道如果不是这场大火 我和妻子现在正在幸福的蜜月旅行里 我从小父母双望 从十五岁起 就是我的养父收留了我 可是一夜之间 和我最亲的两个人都离我而去 都没有了 杜敬宇先生 请你相信我们韩国警方 只要有任何消息 我们会立刻通知你 请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力 尽快地查明事情的真相 谢谢你们 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跟我说呢 说什么 说随便说什么 就像普通朋友那样 聊聊天说是闲话 聊天说闲话 聊什么说什么 我都陪你聊 你想聊什么说什么 我都陪你聊 都会陪你说的 我什么都不想聊 什么都不想说 什么都不想说 我明白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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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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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我 浩泽 金语 若婷还是没有来吗 她看到医院好像特别地害怕 每一次一走到医院门口 她就全身发抖 我就只好把她送回去了 我想过两天再带她过来看看 要是实在不行的话 那就只能等你出院了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怎么了 你不是有一个好护士吗 我 我去帮图先生拿今天要吃的药 已经联系好了 后天火化 你先看一下吧 我想去看心仪最后一页 我想 心仪一定希望留给你最美好的回忆 什么意思 心仪她是大面积的严重伤伤 所以她的脸已经毁了 我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我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再也没有机会了 再也没有机会了 过去的事就别再想她了 都过去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病养好 好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呢 我们是好兄弟 能不能让我帮你分担一点 好吗 哥们儿 哥们儿 地发明 喂 喂 外公吗 我是静夕啊 静夕 他们的后事就由我来操办 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多想 一切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重 不过有件事情 我还是放心不下 什么事 就是怡然 我明白了 一切我会安排好的 那就拜托你了 再见 外公 你看你 万一着凉了怎么办呢 你去过中国吗 我小时候跟爸爸去过一次北京 你觉得中国的月亮 和冀州岛的月亮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一样啊 我也这么觉得 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去中国的那天正好是中秋节 月亮是圆圆的 所以从小到大我都以为 中国的月亮是又圆又亮的 这是从中国进口的宏副室 这是从中国进口的宏副室 你尝尝看 好吃吗 好吃 谢谢你 还有十二小时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好 心仪 和她爸爸绝后话了 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心仪 我说过要和她在一起 又永远在一起 你知道吗 世界上有很多事 总和我们期望的不一样 这不是我们的希望变了 而是生活中 有着太多太多的不可预期 所以说不是你背叛了承诺 所以说不是你背叛了承诺 而是我们必须尊重生活 尊重生活中的变化 并且没有怨言地去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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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并不是说得那么柔的 并不是说得那么柔的 也不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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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觉得我是一个娇小姐 最多不痛不痒的 说上几句安慰话 我八岁时妈妈就走了 那时我就知道 我们没有能力改变的事情太多了 我只有尊重她 只有接受她 让时间缝合一切伤疤 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们总要活下去啊 究竟是永远生活在阴影里 还是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日子要怎么过下去 只有我们自己能够选择 你比我想象的要成熟 更比我想象的要坚强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和爸爸两个人相依为命的生活 我只知道 我不能让他为我难过 我明白 谢谢你心爱 又看见 你温柔的笑容 又听见 你的心在跳动 虽然总是在梦中 我也紧紧地抓住 这短张的 奢侈的幸福 这一刻 这一刻 让时光都停留 我的梦 也用你入怀中 看你泪眼又朦胧 我的心痛了再痛 从此以后 我再也不放手 春天的花开满着一路 秋天的风将柔情吹奏 我爱你 就像一首唱不完的歌 前世今生不朽的传说 回荡在每一个的角落 风雨再多 青楼坎坷 不能熄灭心中的爱火 不能熄灭心中的爱火